你在画图的时候 你最开心画到哪里 云林科大教授黄慧玲 三十年前在花莲万荣乡 西领国小教书 当时他希望用小朋友 在地故事做成绘本 这个梦想已经实现 绘本除了罗马拼音 还有英文解说 这也是首创的双语绘本 故事内容全出自于学生 平日生活观察 我们很少去台北市 而且台北市是很大的都市 然后我们就去那边做交流 然后在这交流的过程 就是我们都很开心 因为我们学到了很多诗 而且在台北我们也看到 跟这乡下不一样的风景 他是在讲说 有一位妈妈 她就到山上踩竹子 一个小女孩 她就在找她的妈妈 然后这也叙述说 那个原住民的文化 就是会到那个山上踩植物 西林国小校内 原本就有兔子 鸡 鸭 鹅 还有一只绵羊 其中一个绘本 诉说校内这些动物 跟学生们的互动 让学生也有所感触 猪筒饭 然后就是那个羊 就偷偷的去拿了一根 那些动物嘛 然后鸭因为嘴巴 然后刺进去 然后卡住了 所以最后 江妈妈看到这个画面 然后他们吃 他给他每个人一人一个 给他敲 然后给他们吃 西林国小 六年级全班学生 利用课语时间 将这四套绘本 透过故事画出来 目前双语绘本已经完成 但没有经费可以出版 我们都看神话故事 那如果说用自己小朋友 他自己的生活的故事 趣味的事情 就透过画 把它呈现出来 然后我们又加一些英文 跟德鲁古语 等于说他的功能就无限大了 无限大 等于说他又是英语教材 又是母语教材 如果小儿子有个梦 黄教授有一个梦 然后我们就一起来组梦 让他完成他的梦想 爱与经费 拿你大量出版 分享给需要的学校 西林国小学生 希望用族语 连结自己的根源 可以用族语跟英文 大声将自己族语文化 讲给全世界听 记得跟着麻药花林万荣 采访报导